作为一名职业品酒师 我经常奔波于世界各个葡萄酒产区 去寻找当地的家酿 这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爱好 我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品酒会 每次品到一款好酒 我都会像发现宝藏一样兴奋 我会把这种快乐转化为文字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与一瓶中国加酿之间的故事 它的名字叫做张玉杰白纳 2007年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 我发现了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味道 它有着一种独特而明显的梅子和黑醋力的果像 以及雪松木的方向 它的名字叫张玉杰白纳 我把它写进了我的专栏 2012年8月 一款中国葡萄酒 在英国的葡萄酒圈里成了主角 金融时报 卫报 品尘客 都在讲述这款酒 著名的葡萄酒大师杰西斯·罗宾逊 给他打出了16分的高分 在威特罗斯 我找到了这款酒 让我惊喜的是 我在酒瓶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张玉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 这款酒正是我五年前品过的张玉杰白纳 酒是一扇窗 引领着品酒的人去追寻它背后的一切 于是我又来到了中国 来到了张玉杰白纳的故乡 烟台 要寻找这款葡萄酒背后的故事 酿造张玉杰白纳主要的葡萄品种叫蛇龙珠 它是由张玉人 在1892年 从欧洲引进的酿酒葡萄品种 培育改良而来 据瑞士科学家 Dogeser Wallamos 研究表明 蛇龙珠和法国诗传品种 加美娜的DNA相似性高达99.99999% 19世纪中后期 一场跟刘牙病害席卷欧洲葡萄园 加美娜在它的故土法国波尔多地区 永远地消失了 如今 它从遥远的中国突然闯入了我们的视线 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虽然 熟龙珠有着古老的欧洲噱头 但经过张玉一百多年的培育 已经与烟台的风土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因此可以说 蛇龙珠是由中国培育的 代表中国特色的酿酒葡萄 让我惊讶的是 张玉杰柏纳与欧洲的渊源还不止于此 在张玉酒文化博物馆 我发现 1931年酿出第一瓶杰柏纳的是一位意大利酿酒师 它叫做巴迪士多奇 是张玉的第三代酿酒师 但今天的杰柏纳味道 已经历经张玉几代酿酒师 80年的岁月沉淀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位传奇人物 中国第一代女酿酒师陈朴仙 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 完善了杰柏纳的配方和酿造工艺 要知道 在世界葡萄酒行业里 女酿酒师绝对是凤毛麟角 再看看这里有一幅中国书画 海纳百川 1931年 时任张玉公司总经理的徐旺之先生 从张玉创始人张比士倡导的 中西融合 写海纳百川经营理念中 得到了灵感 将其命名为杰柏纳 虽然我一个中国字也不认识 但我感到 它正是这瓶酒的精髓所在 也是这款中国葡萄酒 能出口到欧美28个国家的原因 我想 没有张玉公司 一百多年来海纳百川的胸怀 就不会发生这一系列神奇的故事 烟台一行 让我收获了很多 现在我回到了英国 在品酒课上 我想我有了更多的东西 要与我的学生来分享 经常有人问我 怎么选择好的葡萄酒 如果你不是把品尖葡萄酒作为职业 我建议你就去选一款成熟的酒 历史要足够长 销量要足够大 性价比要足够高 张玉杰百娜 我很熟悉这款酒 80多年的历史 三亿多瓶销量 各方面都足够成熟 选择它 你不会出错 选性价比高的酒 选张玉杰百娜